南投草屯這位紅杏的民眾 他喜歡縫縫補補 下班之後呢 他做起了客製化的神像布偶 因為手工很精細 在網路上面打出了知名度 那現在剛好是農曆七月 舉例像是鍾葵 還有官將手等等的布偶 賣得非常好 業績多了兩成 氣鐵絲綁好 放在裁剪好的布料 開始縫補 很辛苦 才會這樣 才會濕 才會這樣 洗洗嘛 布偶身體完成後 再來臉部的製作 客人訂製官將手 臉部表情要逼正 面具功夫 可不能少 擠化 然後上漆上色以後 尺寸要出來 再縫起來 本頁在做麵粉 紅材玉因為興趣在女工縫補 六年前利用工作的懸想 開始製作手工布 並透過紙熱在網路行銷 每個配件分開拍 然後都是介紹菇怎麼弄 一針一線縫補 一個娃娃要花上15天才能完成 做工精細的神像娃娃 很快在網路打出知名度 平均每個月賣出40個 為了求好 紅材玉每個製作過程都很仔細 做神將的話 大部分都是要有一種金蔥布 所以我曾經為了金蔥布 跑到髒話 跑到髒話 那個整條街市集去買布 這都多長的衣服 鞋子都可以拆 這個月 正逢農曆七月 中葵 關將手等布偶也熱賣 增加兩成業績 興趣成就副業 讓逢翠玉 越做越有成就感 每次喜歡田志欣 你們的報導